在一个名为台湾设计师品牌庄区的店铺内, 展示着众多台湾文创产品, 其中步伐结合农民企划元素的方布包、手机壳、 台湾少数民族手作视频等, 各个都包含着奇思妙想。 这是记者日前在位于福州三方七项环项内的 维美克文创聚落见到的一幕。 这个品牌庄区内有近20个一平方米的空间, 展示着一个个台湾青年文创项目。 一平方米的空间能做什么,在这里有了答案。 人不用过来,然后他就是把商品先寄过来这边去, 我们帮他去贩卖,让他们在整个大陆这边市场去试水温。 然后试完水温之后,我们会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会邀请他过来大陆这个地方, 来变成是一个快散店模式, 自己亲自地去接触大陆的这边的一些市场, 跟去看看自己的一些产品, 的一些顾客的反馈。 快散店这边都已经觉得没有问题的时候, 第三步我们会协助他进行孵化, 去成立公司,来去进行创业。 我们透过一平方创业的方式的话, 他创业的成本很低, 他就会愿意去迈开这个脚步。 今年29岁的张昭瑞是台湾台中人, 2016年, 在台湾体育大学研究生毕业后, 他资深从家乡台中来到福州打拼, 后又赴北京体育大学, 攻读了体育产业与经济专业博士学位。 经由从事文创产业的朋友介绍, 他加入了维美课文创聚落, 当任董事长特助。 比如说像我们就在这边, 如果创业的话, 会有一些就业补贴, 然后还有是租金, 租金的补贴, 然后住房补贴, 这都是非常实打实的, 就是来的话, 我们变成是我们前一两年 在摸索期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去太多的, 付出太多的一些成本在, 可以用心地去做创业这个事情。 维美课文创聚落园区 涵盖设计手作展示, 艺文展演体验, 创意创业实演等业态, 是福州市两岸青年创业交流的重要平台。 张兆瑞告诉记者, 很多创业项目一开始虽然只有一平方米, 但未来却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而他自己也致力于成为一名百度人, 帮助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 像我们多一点的一些台青去做一些辅导, 让他们去多去宣传, 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其实很适合在这边, 就不管是实习就业创业, 所以这也是未来我要去努力的方向, 就怎么样去把这个好的条件去让台青知道, 多去尝试去走出那个岛, 然后来多看看福建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些市场。 闲暇时,张兆瑞常常到办公室对面的台湾书店喝茶看书, 这是福州首家出售台湾原版书籍的书店, 也为在福建的台胞文化生活提供更多空间和选择。 林冬月是这家台湾书店的合作经营者之一, 十年前,他从台湾来到福建创业, 如今自创了台式手工茶饮品牌18。 其实像我们也可以有这一平方的创业这个模式, 我觉得是挺好的, 可以先把产品拿过来先试水, 我觉得如果试水的话, 有成功的话, 然后可以在本人, 本事, 本钱, 三个本一起带过来这个地方。 来大陆打拼多年, 张兆瑞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唐吉未来, 他表示, 希望能在福建买套房, 成家立业, 在这里扎根。